以色列人是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离开埃及 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间 大约是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 以色列人在摩押高原过了尼泊山 从尼泊山往下走 石亭就在山脚的地方 以色列人的队伍从石亭启程 来到了约旦河的岸边 按照神的指示 祭司们抬着约柜在百姓前头引导过河 当抬约柜的祭司的脚踏入约旦河 神迹发生了 圣经说 河水在上游雅伯河口的亚当城就停住了 像壁垒一样立了起来 祭司抬着约柜在约旦河床中间站定 以色列百姓的队伍浩浩荡荡 如同他们的父辈当年过红海一样 在干地上走过约旦河 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 预备攻占的第一个城 就是耶利哥 约书亚按照神的吩咐排好队伍 由祭司一边走一边吹号角 连着六天 每一天绕耶利哥城走一圈 第七天黎明 队伍绕城走了七次 到第七次的时候 祭司的吹角声拖长 呼喊吧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 百姓听见叫声便大声呼喊 城墙就塌陷 百姓便上去进城 考古学家挖掘耶利哥城废墟 发现约在公元前1400年时期的耶利哥 泥砖造的城墙塌陷 破碎的泥砖挨着石坡墙 堆成了一道斜坡 于是以色列人就可以像圣经所描述的那样 上去进城了 最近被圣经考古学者发现发掘出来 比较贴近圣经里所描写的爱城 叫克本条阿克提 这个遗址就像圣经记载 在伯特利的东边大约两公里 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大约15公里 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爱城的城门 城门尚未复原 但可以看到这里有四个门房 城门向北开 对面的小山可能就是当时 约书亚大军驻扎的地方 约书亚按照神的吩咐 自己带着主力部队 到了爱城北边的小山对着城门 约书亚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 趁夜间赶到爱城西面的山谷埋伏 约书亚跟着神的命令伸出手中的短枪 复兵就起来夺了城 约书亚带兵连夜从吉甲启程 急行军约25公里 赶到激变攻打五王联军 亚摩利人崇拜巴黎等偶像 是游牧民族 他们很野蛮 强悍和凶暴 他们用的武器是来自埃及人 弯曲的剑和长矛 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 这时候约书亚请求神行神机 把太阳和月亮停住 神听了约书亚的祷告 真的停住了日月 差不多有一天的时间 让以色列的军队有足够的时间 从伯和伦上坡路到亚亚伦谷 来追击敌人 约书亚率领以色列军队乘胜南下 先取马基大 接着攻下利拿 拉吉 然后攻陷伊吉伦 西伯伦 转向西南 拿下底壁 胜利完成了南部战役 在征服了迦南地的南部之后 往北进发 约书亚依靠耶和华奇妙的帮助 在米伦水边 把北方联军打败了 并且回过头来 征服了下索成 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 夺了那权地 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 将地分给他们为业 但是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征服迦南的地方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魏德之地 但神应许他会继续帮助以色列人征服那些地方 约书亚可以先把那些地方分出去 约书亚召去以色列众志派的领袖们 去了世界 听他在离世前最后一次的讲话 世界古城的遗迹 在今天一个叫做Telbalata的乡镇 在以巴陆山和基利辛山两座山的山谷中间 两座山相连就像一个马鞍 而世界就在马鞍的中心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诚心实意地侍奉他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约书亚记教导我们 要像约书亚一样顺服神 交出我们的主权 以刚强的信心追随神 让神做我们的首领 神向以色列人的应许 一句也没有落空 都应验了 以色列人得了迦南地为业 住在其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